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给你送过去 曾毅赶紧说 东西都已经置办齐了 手续也办妥了 我现在正在外面吃饭呢 就听杜若说道 诶 正好 我也没吃呢 你在哪儿 我这就过去 曾毅笑道 八大碗炸酱面 行 那个地方我知道 你等着 我马上就到 杜若说了一声 就挂断了电话 张文奇笑着问道 在京城的朋友 曾毅点点头 是 要过来一起吃个饭 张文奇点点头 在这三个同学里 他最看不懂的就是曾毅 他就说 在家靠父母 出门靠朋友 你的这位朋友看起来真是不错 很重情义吗 曾毅笑着说 是一位老大哥 对我很关照的 张文奇就说 既然有朋友要过来 咱们就等一等 人齐了 再吃吧 曾毅的面都已经半开了 他就说 没事 咱们先吃吧 等他来了再点就是了 正说着呢 张文奇的电话也响了起来 拿起来一听 当时脸色就一变 他从椅子上吞的一下站起来 什么时候的事 严重不严重 张文奇听了两句电话 抬脚就走 等走出去两步 又回过身来 焦急而抱歉的说 老弟啊 实在是对不住 家里出了点事 我得先走了 等处理完事情 当格格的再向你赔礼道歉 曾毅一看就知道 张文奇不是在说谎 这一定是发生了很紧急的事情了 事情紧急 张大哥快去吧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可千万要开口啊 张文奇也不再客套 掏出两百块钱 压在桌子上 就急匆匆的走了 半个小时后 杜若找了过来 一身便装 也没有带秘书 进来看到曾毅 就迈步走了过来 等到了桌前 看到还有一副碗筷 就问道 哦 还有别的朋友 曾毅解释了一句 是党校同学家里出了点急事 就先走了 他叫过服务生把桌上多余的都撤了 然后又叫了一份面两个菜 外带一瓶酒 杜若坐在那 撸了撸袖子 呵呵笑道 你这个同学可真够小气的啊 怎么就请你吃面呢 曾毅摆了摆手 是我自己提的 没什么特别想吃的 就想吃碗热乎乎的面 杜若一听 就笑着说 你小子可真够低调的 怕是真实级别 也没告诉别人吧 杜若不用想都能猜到 曾毅真要把级别植物亮出来 只要没得脑膜炎 就都会知道这人背景肯定不一般呢 那还不赶紧山珍海卫伺候着 曾毅微微一笑 淡淡的说道 沐秀于林 封闭催止 杜若点点头 心说也是 中央党校培训部后备班的情况 他多少也是了解一些的 来参加学习的学员 平均年龄上四十岁了 可平均级别还不到副处呢 曾毅这么点年纪 就已经是响当当的副处级 干的又是正处实职的工作 这回党校毕业 估计正处也就解决了 真实的身份要是捅出去 曾毅在党校期间也就别想安宁了 怕的是会有人得红眼病 要是被小人盯上了暗地里给你扇点阴风 搞点鬼火 你都不知道会出什么乱子 前段时间某地提拔了一个干部 岁数比增益还大上一岁 只是做了个镇长而已 充其量不过是正科级 却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 最后不得不换了个岗位 干部年轻化是一个趋势 但具体执行起来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如果有年轻人担任了综合岗位的实质一把手 大家伙第一个想到的 必然不是这个年轻人有多大的能力 而是这人肯定有后台 增益也不是刻意要低调 而是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再说 低调一点总不会是错的 何况方南国安排增益进党校 目的也就是要让增益避以避风投 杜若看着增益 在京城学习期间 不管有什么事 可一定要向我开口啊 否则让我老杜回到南疆 还有啥面目见以前的老朋友和兄弟呢 杜若这话说得很认真 不是随便说的 增益笑着点头 放心吧 只要你不嫌麻烦 我找你的时候肯定多着呢 杜若这才高兴 把酒瓶一开 来来来 为了你这次度金机会 先干一个 今晚咱们就着面喝着酒 也是别有一番味道嘛 两个人都是老熟人了 也不用劝酒 小品卖饮 一瓶酒就下去了一大半 杜若又问道 那个孙义跟常俊龙的案子快有结果了吧 增益点了点头 应该快了 我学习的这段时间肯定会有结果 杜若想了想还是试探性的问道 你看这事谁能赢在最后啊 增益微微一笑反问道 杜大哥想回南疆去 杜若善善一笑 真是什么事都瞒不过增益去 说实话 杜若确实有这个想法 如果这回秦良信能笑到最后 如愿当上省长 凭借过去的良好关系 杜若调回南疆干个公安厅的厅长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运气好 干个副省长都有可能 如此一来 杜若就能一下子从地厅级 跨入副省级的行列了 如果增益能再帮着自己 使点劲的话 副省级都不会是终点 当然 这个难度太大了 官场上有句话 说副省级以下是干出来的 副省级以上是升出来的 再往上走 就要看你是不是根正苗红了 没有绝对的大靠山 一般人是很难突破副省级的 杜若就笑着端起杯子 秦书记是我的老上级 闲着的时候 我也就替老领导那么一琢磨 曾毅跟杜若一碰杯 官场之上 谁不琢磨着 要把自己的级别往上提一提呢 这太正常不过了 不过曾毅还是说 从目前形势来看 秦书记的希望还是很大的 杜若笑了笑 这话由曾毅口里说出来 可信度就大了很多 他心里高兴就说 来 喝酒 喝酒 曾毅这个话并不是瞎说的 照目前形势看 孙文杰在南江省被搞得灰头灰脸 再待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了 而对于滨寒白来说 他肯定也不愿意和孙文杰共事 因为两个人级别相当 年龄也相当 天然就存在着一种竞争的关系 而秦良信不同 不管当不当这个省长 秦良信这都是最后一战了 和一个在仕途上不可能再进一步 无法威胁到自己的人合作 比起和雄心勃勃的孙文杰合作 当然会更加舒服一些 如果让曾毅选择的话 曾毅也会选择和秦良信合作 只要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就会更有利于南江省的发展 秦良信的目标只是正省不及 目标实现之后 他就没有必要再去坏冰寒白的好事了 如果真那么做 那秦良信将来很可能就要跟龙青泉一样 进行裸退了 这个结局对秦良信来说 没有任何的好处 喝完这一瓶酒 曾毅也就不再喝了 一会儿还要回党校去 酒气太重不好 杜若也就作罢 行 反正你今后这段时间都在京城 喝酒的机会多的是 不急这一回 反正都是老熟人了 只要喝酒的感觉好 也就行了 不一定非要喝倒 才叫喝好 出了饭店 时间已经不早 杜若的司机先开车送曾毅回党校 然后再送杜若回家 进了宿舍 灯是黑着的 现在还没有正式开学 不一定非得要住在宿舍 可能其他人都住在各自的住经办里了吧 曾毅喝了杯热水 就准备睡觉 刚躺下就有人敲门 曾毅只能起身去开门 门一开 是个三十岁出头的人 圆脸小平头 看起来很精感 就听他笑着说 你好 我叫张武 也是这一期培训班的学员 曾毅就把门让开 你好 我叫曾毅 请进 张武拿出一副扑克牌 闲着也是闲着 咱们打打牌 聊聊天 两个人就一起出门 敲开了隔壁的宿舍 里面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 叫郑志强 问明来意 郑志强很高兴的同意了 三个人就抬了一张桌子 摆在宿舍中间 各自搬了把椅子 开始玩起了斗地主 闲谈之间 曾毅就弄清楚了 这两位的来历 张武和自己一样 也是个副主任科员 不过张武是 货真价实的副主任科员 因为笔杆子耍得好 去年写了一篇文章 偶然被上级看到 给予了表扬 给县里争了光 如此就得到了 来党校镀金的机会 郑志强则是一位 正儿八经的 市商业局局长 业务水平也很高 只是为人比较自傲 曾毅是个 不在乎输赢的人 打起牌来 并不会刻意 去计牌算牌 几次配合都出现了失误 张武只是一笑了之 但郑志强则不怎么高兴 还说了曾毅几句 有人讲性格决定命运 看来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打了两个小时 看时间差不多了 三个人就散了 各自回房睡觉 第二天上午 何向东和诗伟回来了 进门没看到张文奇 就问道 哎 老张人呢 今天不还要等他 安排聚会吗 曾毅回应道 张大哥的家里 出了点急事 挺着急的 昨天晚上匆匆去处理了 诗伟一听就说道 嗨 这个老张 一定是生气了 怪咱们博了他的面子 你说这事闹的 那不是真的脱不开身吗 何向东的心里头 也有点这个想法 但还是说 可能是真有什么急事吧 一会打电话问问情况 如果实在过不来的话 那咱搁三个 晚上我来安排 一定让两位兄弟满意 曾毅欲言又止 可想想还是算了 自己就算替张文奇解释的再多 别人也未必会信 更不会改变对张文奇的看法和态度 何向东就给张文奇打了个电话 果然张文奇在电话里很是抱歉 说是有事脱不开身 让何向东带他向另外两位社友 转达抱歉之意 等事情办完了 容日后再补 何向东就说 那就这么定了 晚上我来安排 到时候我派车来接两位兄弟 说完这话 就又告辞离开了宿舍 晚上的时候 何向东果然派了辆车子 过来接增议和诗伪 党校规定了学员不准带司机和秘书 但没有规定不准带车 如果自己驾车的话 可以去学校保卫处 专门申请一张车辆通行证 何向东把晚上的饭局 安排在了青山县的驻京办 这里对内是驻京办 对外则是青山宾馆 挂的是三颗星 但内部装修的标准 远远超过了三星级酒店 因为少了张文奇 今天就是个小句 何向东提前说明了这一点 可接待的规格依旧不低 只是到了第二天晚上 施伪也是同样的安排 接了何向东和曾毅 去徐州市驻京办吃饭 徐州市毕竟是市一级 驻京办的规模和标准 又要远远高出青山县一节 同样的招待标准 施伪却隐隐盖过了 何向东一头 到了第三天晚上 本该是由曾毅做东了 但明天就要举行开学典礼 众人就要求延期 让曾毅先欠着 开学典礼是党校的一件大事 除了培训部的学员要去参加 在进修部参加学习的 省部级地厅级官员 也必须全部参加 中央党校的校长会亲自出席讲话 中组部的部长也有可能出席 对于这种场面 谁也不敢马虎对待 更不敢缺席出娄子的 这天天黑 宿舍楼的灯几乎全亮了 前几天还在外面过夜的学员 今天全部回到了宿舍 张文奇在失踪了几天之后 终于露面了 神色十分疲惫 进门先散了一圈烟 然后向大家道歉的说 实在是对不住各位兄弟啊 我这个当老大哥的爽约了 回头我一定隆重招待 弥补自己的错误 施伟就说 这话就见外了嘛 我们所兄弟的 哪能不理解老大哥呢 曾义起身 却给张文奇 沏了杯热茶 关切的问道 张大哥 事情处理的还顺利吧 张文奇 感激的看了看曾义 还算是顺利吧 何向东此时递给张文奇一颗烟 张大哥 要是有什么需要处理帮忙的地方 可一定要开口啊 咱们毕竟是同窗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嘛 何向东这话说的很漂亮 也很有担当 显示出他当县长的魄力 张文奇点了点头 有这句话 我这个当老大哥的 心里暖乎乎的 还是咱们同窗兄弟的情分身呢 众人就随便闲聊着 施伟的话比较多 他最近来回串门子 打听到不少的消息 正好跟弟兄们一起分享 不过这些消息 大多都是捕风捉影的小道八卦 何向东偶尔讲几句 显得很沉稳 只有张文奇 显得心事很重 神思并不在聊天上 等闭了灯 大家躺在床上 张文奇又开口了 几位兄弟 在京城卫生系统有熟人吗 何向东就起身 又暗亮了台灯 张大哥家里有人病了吗 灯亮了 才看到张文奇根本就没躺下 一直坐在床边呢 他说道 是我的老领导病了 如今就在京城医院住院 都说京城的医疗水平高 可我在京城人生地不熟 也摸不到情况 你们要是有这方面的熟人 就帮我打听打听 介绍个好专家 一般来说 大家刚成为同学 是没人会轻易去开口求人的 毕竟人情这个东西 用一次就少一次 而且将来你还是要还的 你还得上 别人才愿意和你做这个人情交换 还不上的话 别人就要看心情了 毕竟大家来自于五湖四海 也不是京城人士 今天答应了你 明天也是要去开口求别人的 张文奇也觉得这样不好 可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这几天他的腿都跑断了 才好不容易把老领导给安排进了京城医院 至于这方面的权威专家是谁 可就完全摸不着了 这年头看病 要是没有个熟人带着 基本就是两眼一摸黑 啥也弄不清楚的 施伟就说道 我是财政口的 对于卫生口倒是不怎么熟悉 这里又是京城 怕是也帮不上什么大忙 这样 明天我先让住京办的人 帮忙去打听打听 这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吗 你说是不是 对了张大哥 你的老领导得的是什么病啊 张文奇的眼中有一丝失望 不过还是露出一丝感激的笑意 谢谢师老弟了 我那老领导是中风 前段时间犯了一次 之后瘫痪失语 前两天又犯了一次 更严重了 只能接到京城来治了 何向东又点上了一颗烟 吸了半根 不瞒张大哥说 我在京城还真认识一个卫生系统的人 在京城卫生局工作 老家是我们青山县的 明天我就打个电话 先问问情况 张文奇终于看到一线希望了 向东老弟 不管成不成 你这份情我都记下了 何向东一下掐死了烟头 你说这话干什么 谁叫咱们是同窗呢 既然是同窗 有事就一起担着 曾毅眼神一亮 倒是没想到 何向东这个人 关键时刻还是挺重情义的 为了一个刚认识的落魄同学 愿意去托人帮忙 这很难得 曾毅就说 张大哥 事已至此 你也不用太着急了 我在京城也有几个熟人 明天我也打个电话 托他们帮忙 联系联系 好好好啊 张文奇的声音有一丝哽咽 自己厚着脸皮开口 同学们能够答应 他很是感激 时间也不早了 大家赶紧休息吧 别耽误了明天的开学典礼 第二天早上七点钟的时候 宿舍管理员就来按门铃 提醒大家起床 因为地域跨度的原因 京城的真实时间 应该是比南疆 要早一个半小时 到两个小时左右 虽然才是七点 但外面已经是太阳高升了 学员们也知道 今天要举行开学典礼 都麻利的起床 洗漱完毕 就去食堂吃早饭 学校有好几个食堂 培训部的学员 有专门的就餐场所 当然 进修部也有专门的食堂 并且不止一个 同在进修部参加学习的 省部级和地厅级官员 也都分别在不同的地方用餐 吃过早饭 大家回到宿舍楼下集合 这个时候 培训部派来了组织员和副组织员 相当于是代班的班主任 把大家分成了几个班 然后向大家交代 开学典礼的会场纪律 有几个没有着正装的学员 还被组织员劝回宿舍换衣服 在体制内的人 哪个不是打拼过来的 只是今天这个场面 非同一般 时间差不多了 组织员就领着大家 前往学校的大礼堂 去参加开学典礼 学校的大礼堂上下两层 能容纳上千人 培训部的学员 当然是坐在最后面的位置 往前是进修部的学员 而位于两侧的是 学校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和老师 等进修部的学员们进场 这些位可都是堂堂的省部级领导 今天也是以学生的身份 坐在了前排的位置 前面的主席台上 摆了一列长桌 桌子用红色绒布覆盖 非常显眼 在长桌的前面 摆着喜气的鲜花 主席台正上方 悬挂着红色横幅 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 九点整 会场响起音乐 随即一侧的贵宾门大开 里面的人还没有走出来 会场就爆出了热烈的掌声 声动云霄 惊久不息 中央党校校长严旭东 面带微笑 率先步入了会场 跟着大家一起轻轻地鼓着掌 不时还抬起手微微示意 走在他身后的是中组部的部长冯庆龙 两个人在学校领导班子的陪同下 一起走上了前面的主席台 来到最中间的那两个位置前 在延续东落坐的那一刻 并没有任何人示意 但会场的掌声就戛然而止 安静的就是吊根针在地上 也能炸出响来 曾毅做的是最后一排 清晰地感觉到了一种严肃静默的气氛 这个气氛从会场内从前往后的冲击了过来 他心想 能让下面这么多的省部级领导 都做到整齐划一 这大概就是政治局常委的气场了吧 长天小说首席衣冠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